大家好,现在家庭有很多花油都会自己在家里种一些盆栽果树 那么像这种盆栽柠檬的话是很多花油都种有的 那么想要让盆栽柠檬它开花结果更多 那么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有三件事大家是一定要及时做的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就是要进行适当的剪汁 然后避免养分的消耗 让植株的通风透气性更好 而且特别是一些土长汁要进行修剪 这样可以让你的植株节省更多的养分 有利于它后期的开花和结果 适当的控水有利于植株它有危机感 让它更急于繁衍后代 然后就会开花结果 然后在控水之后我们要给它适当的追肥 这时候追肥的时候大家可以用磷霜青甲 将磷霜青甲稀释1000倍 然后定期给它喷叶 当然也少不了要给它补充有机肥 有机肥的话大家可以给它用上这种发酵服塑好的养分 因为像这种果实我们自己吃的话 肯定是要用有机肥的话 会让它这个果实会更加的香甜可口一点 那么就是第二个适当的水肥 那么第三点就是进行适当的蔬花蔬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柠檬呢 开的花比较多结果比较多 我们要给它自当的进行一个修剪 剪掉一些相对长是比较弱的这些花和果 这样的话可以让养分更加的集中 然后的话呢 结出的果实的话才会更好 所以呢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如何促进你的这个盆栽柠檬 开花结果让它的果实更多的一个办法 我们下期再见